Jasmine,你這麼喜歡小動物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今年5月一宗新聞 就是玩水警和海關 接獲了超過100隻走私寵物 當然記得 那時有過8隻貓BB和狗BB 就被不法之徒混在籠裡 沙甸魚 情況都非常之惡劣 最終貓BB和狗BB 就交給餘戶署和愛護動物協會去照顧 而我們跟進過他們最新的情況 小狗BB 裡面有101隻不同品種的貓 以及35隻不同品種的狗 一個角龍裡面有16隻貓 環境是非常之擠迫 貓狗十分之害怕 現時這批動物就交由餘戶署和愛護動物協會 進行一些檢查和照顧 當走私的貓狗成為證物 會被照顧到案件上完法庭 才可以被人領養 而他們很大機會 要在愛協和餘戶處住一年半載 我叫MIRROR 我叫MIRROR 當年我跟走私動物一樣 都是一隻靜脈狗 我的前主人 把我遺棄在屋裡面自生自滅 幸好有個哥哥救了我出來 進去看見 其實整地都是糞便 都看到有些凹毛的情況 指甲也長得彎 他有點害怕 因為看到他的尾巴完全縮起來 都需要時間 讓他知道我是誰 再帶他走 那時候我當然害怕 都不知道卡神哥哥帶我去哪裡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我要去他們度住一段時間 當年因為MIRROR的虐待案件上了法庭 他不可以即時被人領養 要留在外協站住 但一住就住了十個月 剛剛接收回來 應該是個個案子的狗 我接觸牠的時候 牠是很緊張的狗 然後可能陌生人去接觸牠 牠有機會引起aggression 引起一些比較可能 會保護自己的行為 可能如果我再去強硬逼牠 牠有機會會想咬 例如胸鼻 就是一些warning的行為 又或者真的好像我這樣說 被人虐打過 那牠可能對於一些動動 人的動動 例如我想摸一下頭 或者是一些東西 牠們都會很害怕 因為殘酷對待動物 MIRROR的前主人被判監兩個星期 判刑十八個月 罰款一千元 案件完了 我不再是精物 哥哥姐姐就安排我給人領養 我好乖好乖地在這裡等 終於我的新爸爸出現了 第一天去到九隻領養中心 很乖地在這裡看著我 所以其實就是 一隻挺有緣分的 工作人員也有跟我說 牠是一個prosecution case 我覺得是一個挑戰 但我又覺得是可以做到的 始終都是一隻曾經受傷的狗 所以是一個小狗 MIRROR去到新家 都需要慢慢適應 譬如我一離開牠的視線 牠就廢得很厲害 剛剛接牠回來的時候 因為訓練師的Gary 其實都教了我很多不同的招數 譬如給他一些空間 所以其實我也在家裡 為了一個房子給牠 一般我都會叫主人 設置一個comfort zone給牠的狗 設置一個地方 比牠自己找一個地方 因為自己找一個地方 可能未必是我們想要的地方 可能原來是雪櫃的欄 或者梳化底 很多人都以為 可能用食物就可以搞定 例如很多緊張的狗 其實可能是安全感 安全感才是第一項目的 第二樣才是一些需要的東西 例如食物 跟人一樣的 安全感才是最重要 可能不是錢才最重要 其實我知道自己很幸運 有個這麼好的爸爸 這麼疼我 天天都會帶我出去玩 聽些哥哥姐姐說 前陣子那批走私貓狗 現在還住在餘護處和愛協 有段時間都不可以被人領養 如果大家是愛惜我們的 就不要再用不法途徑買草物了 最好當然是去領養 我們都很可愛 希望貓仔和狗仔 可以快點遇到有心人領養牠們 讓牠們早日有回自己的家 我們的團隊一直為大家 發掘最新的資訊和新聞 如果大家想出一分力的話 可以WhatsApp我們的報料熱線 6896-0931 又或者可以發短片給我們 都可以的 開了 開電視,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 開電視,全面進化 開電視,天安,便利 開電視,無視,開電視 閉続 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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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